桃園園夢愛情關懷協會與創世基金會桃園分院 聯合在10月份舉辦公益市集活動 活動所得也將全數使用在院內植物人照顧上 邀請大家一起來做公益 今天這個活動也是我們協會第129場 然後我們要跟創世基一起合作 那因為創世基的專業服務團隊 讓我們非常的感動 然後因為有了創世基 他担負起照顧植物人的角色 讓這些植物人的家庭 在絕望無助的時候有了依靠 那就一個植物人得就一個家庭 這句話也是讓我們協會深深的感動 所以我們協會全力的支持了這一次的活動 那請大家一定要記得 10月12日一定要來我們這個愛心市集哦 創世基金會整理以來持續照顧 弱勢團體以及植物人照顧工作 但在資源以及相關負擔也跟著增加 也希望藉此活動讓更多人一起來做愛心 同時在市集的活動上也有各種 回饋好禮要給民眾 創世桃園分院在10月12號的 早上11點到下午3點會辦一個愛心市集 那當天呢有25個愛心攤位 有美食有玩樂有DIY的攤位 希望大家能一起來共襄盛舉 那當天呢你只要就是有三個任務 有任助遊玩券一張300元 再來就是說拍照、打卡、TAG、桃園分院 臉絲粉絲團、公開貼文 還有任務3完成就是創世小學堂的Q&A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精美好禮 那我們當天呢也有就是 有近百項的那個就是摸彩好禮 其中有大溪威斯汀的度假酒店的雙人住宿券 及旅行胖胖鄉 還有就是露營推拉車 那歡迎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那主要我們的這個活動的募集的經費的話 是要募集我們植物人的膳子及尿布經費 希望大家一起來認助 萬聖節派對公益市集活動就在10月12號 地點就在桃園風和公園舉辦 也歡迎民眾前往一起做愛心玩市集活動 記者聯絡瘋長不倒 記者聯絡瘋長不倒